进入连线时间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 刘先生您好 那对于日本冲绳县十元市议会决定以收集太平战争后期遇难者遗骨的名义 向日本政府申请登上钓鱼岛 您是做何解读呢 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 那是因为APEC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 中日首脑会谈有可能实现 日本右翼势力想借机破坏中日首脑会议 遏制中日关系复苏的势头 对于这个说法啊 我个人有所保留 我的判断是 由于截止目前为止 中日首脑是否会在APEC期间举行会晤 到现在为止八次还没有一撇 再加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本身就是右翼势力的领袖 因此不存在右翼势力跟安倍不咬玄 要拆安倍的台这么一说 那么相反 安倍予以十元市议员为首的右翼势力 倒像是在合演一出戏 并以此来向中方来施压 迫使中方接受安倍提出的无条件会晤要求 我们知道中方提出的实现中日首脑会晤的条件有两个 一个是正确面对历史问题 不得参拜经过神社 二是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 而就在APEC会议即将召开 中日正在就首脑会晤展开密集戳上的前夕 日方先是传出内国官方长官菅义伟 第一次公开明确的表示否定何也谈话 后又传出十元市议会申请登上钓鱼岛 这明摆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冲袭的正好就是中方最为在意的两条底线 我认为安倍很有可能就是在以这种方式向中方发出政治信息 假如你不安排中日首脑会晤 那我就会在这两个问题上全面发作 那假如安倍政府批准十元市议会的登岛申请 中方应该如何应对 就目前的情形还看不住安倍政府真的就会这么做 我认为他更多的是想将这件事情当做一张撕压的牌来打 当然了退一步来讲 假如安倍因为中日首脑会晤无法好梦成真 一路之下真的批准了十元市议会的申请 那就意味着自从日本非法告岛之后 好不容易处于自能粮状在下的钓鱼岛局势 又将重新激化与燃烧起来 而在我看来 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 日本右翼势力在钓鱼岛上的每一次冲动与冒险 都将会被中国政府反向利用 成为中方进一步打破日方对钓鱼岛所谓失效控制 进一步伸张中国主权的机会 而且对于中方来讲 我们反制的方法有很多 第一 中国海警可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进行驱离 第二 中国海警可以尾随日本右翼分子上岛 既抓捕非法登岛者 又实现中国官方登岛的临度突破 那么第三 鉴于钓鱼岛问题目前的实际情况 即使在事发过程中 我们不能抓人 也可以在事后对日方提出交涉 要求日方将非法侵入我国领土的不法分子 引渡回中国受审 假如日本方面不很配合 那我们还可以启动国内的司法程序 对这几名不法分子进行缺席审判 并根据审判的结果发出通缉令 只要这几个人一旦进入中国境内 我们就要抓捕他们 让他们服法 而且这个通缉令终身有效 也就是说 中方可以将四中全会确立在 依法治国的理念 首先落实到依法维护钓鱼岛的主权上 那正在北京出席APEC财长会议的 日本副首相间财政大臣麻生太郎 与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您觉得此举对于中日关系来讲 意味着什么 我注意到对于这次新闻 日本媒体方面表现的相当的兴奋 他们说张高丽与麻生太郎这次交谈 是在为改善陷入低谷的日中关系 创造良好的氛围 同时也是在为即将于APEC期间 上演的中日首脑会晤 在做最后的准备 那么在我看来 真正的政治信号就隐藏在细节当中 而从张高丽与麻生太郎交谈的细节来看 情况远远没有日本媒体 所想象的那样若观 从日本媒体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出 麻生太郎在事前正式向中方 提出了跟张高丽会晤的要求 按理来说 单纯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中方是可以满足日方的要求的 因为张高丽已经出席了 这次APEC会议的财长会 在此期间只要抽出10分钟 甚至更短的时间 找个会合室 与麻生坐下来谈几句 甚至不一定要谈及和解决实质性的内容 这个正式会晤就算是成功了 但是中方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经过事前的精心安排 让张高丽与麻生站着交谈了一会儿 而且交谈的时间也没有 日本媒体所说的量是15分钟 而是只有5到7分钟 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相关人士的透露 中方为了顾及国内舆论的影响 张高丽还是在刻意避开媒体镜头的情况下 跟麻生太郎站着短暂交谈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 单凭张高丽与麻生正是站着短暂的交谈 完全不能做出中日关系已经改善的判断 相反中方还在通过这种刻意的安排 向外界发出中日关系 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善的政治信息 那在张高丽与麻生站着交谈之后 中日首脑在APAC期间实现首脑会晤的机会 有没有增大呢 我同样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 假如中日已经就西安会达成了共识 那麻生就不可能仅仅是得到这样的 纯粹属于礼节性的待遇 据媒体报道啊 在交谈过程当中 麻生再度提出了希望在APAC峰会期间 实现中日首脑会晤的愿望 但是麻生没有介绍张高丽对于她的这个表示的回答 我认为啊 这背后至少运恒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 在此之前 中日并未就APAC期间实现西安会达成任何的共识 否则麻生就不会当面向张高丽来提出这样的期望了 那么第二 对于麻生的建议 张高丽很有可能是必要不打 必要没有答 或者说是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否则的话 假如张高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麻生一定会当成一个天大的喜讯 在日本媒体上到处宣扬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除非有奇迹的发生 否则APAC期间中日首脑的正式会谈 不太可能上演了 好的 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 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谢谢